Hello大家好,这里是ParanormalX的中文频道 我们定期会为大家放松一些有关中国的小知识 欢迎来到我们的第一期节目 今天我们要为大家讲的是 台记 在中国古代,相传人死后 过了鬼门关便上了黄泉路 路上盛开着只见花不见叶的彼岸花 花叶生生两不见 相念相惜,永相失 路尽头有一条河叫望川河 河上有一座奈河桥 有个叫孟婆的女人守在那里 给每个经过的路人递上一碗孟婆汤 凡是喝过这孟婆汤的人 就会忘却今生今世所有的牵绊 了无牵挂地进入六道 或为仙,或为人,或为处 孟婆汤又称望清水 一喝便往前世今生 一生爱恨情仇 一世浮沉得失 都随着这碗孟婆汤 遗忘得干干净净 今生牵挂之人 今生痛恨之人 来生都相见不识 可是有那么一部分人 因为种种原因不愿意喝下孟婆汤 孟婆没办法只好答应他们 但在这些人身上做了记号 这样的人必须跳入忘川河 受水淹火炙的折磨 等上千年才能轮回 转世之后会带着前世的记忆 带着那个胎记 继续找寻前世的牵挂 所以这就是一个关于胎记的美丽的传说 期待我们下一集再见